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开店就像一座围城 外面的想进来,里面的想出去 奈何一个店辛辛苦苦经营这么多年 不是轻易说放手就能放手的 有些人总误以为开个店很容易 不就是在店里坐着等人上门消费收钱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每天的压力来至于以下这些费用支出 一,人工费用 雇用员工到店 工资基本会分为三方面 基本工资加考核加其他奖金 并不是说每个员工每月都是拿基本工资 多劳多得 我们会按卫生、货品、陈列、态度、考勤等方面来考核 做得好的员工每月都会有一大笔收入 除此之外,为了鼓励员工积极性 每逢节假日还会给员工和员工家人进行额外补贴和亲情补贴 二,房租费用 这年头还有比房价更值钱的吗 随家要是在一线城市有个三两套房 那真是不愁没媳妇 每个毕业出来奋斗的小青年 唯一的目标就是能早点买上房 奈何怎么奋斗也赶不上这房价上涨的架势呀 最可气的就是有这么一类人 生来不用为吃喝发愁 他们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新二代 而是防二代 在家打打麻将 就等着我们这些开店的给他们送房租了 所以有些老板为了抠点房租费用 在签合同时 一狠心就签了五年 为了把房租费用挣回来 起早贪黑的开店 可有些房东眼红 见我们稍微挣了点钱 就说要涨房租 三,水电费用 做生意的都知道 我们可是按照工业标准来交费的 水费一般用的还不算多 毕竟水费比较便宜 多用于日常店铺柜台擦拭 地板擦拭等 电费这个支出就多了 如空调冰箱大头显示屏等等 一个月下来至少有一两千的支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老板关门回家之后 都舍得在自己家开空调了 这苦逼的日子有谁理解 四,进货费用 并不是说任何产品 进购到店里都有利润 有时候看供货商给的利润高 图便宜 一下子进购了很多货 最后却畅销不佳 造成了库存积压 极大占用了流动资金 可是这些产品又不能不进 因为畅销产品 好卖货却紧张 再比如有些产品 没有注意好保字期 不小心错过了退换货的时间 这些损失60% 都是自己的承担 还有一些堆头 陈列费用 弄不好也是两千的支出 好 感谢观看